這集我們繼續唱由坤士蘭 來到開恩之, 海上活動一定少不了 至於這次來到這裡的目的 就是看海森 很多海森, 這邊也有 是呀 這裡很大條 很大條 我的天, 還沒見過這麼大條 這條很刺心, 這條很刺心 它正在動, 現在有游的水 游的, 對 這裡不能碰, 不可以捉它 不可以摸它, 這裡是受保護的 因為是國家保護公園嗎? 對, 這些也不算大條 走過去那邊還有一些大條 更大條嗎? 對, 但不准觸, 不准觸 也不想碰, 好, 去看吧 要看大條的海森 我們就要做足準備 換一身潛水裝 你看我們穿了一身的, 這麼有型的戰衣 一定猜到我們去做什麼, 士邦 海底漫步, 眼睛也沒想過 我幫你, 吹吹吹吹吹 我們會有海底漫步 跟海森和海洋動物近距來接觸 準備好, 可以出發了 我們一出海了 坐了五分鐘快艇 我們就去到可以玩海底漫步的浮台 走… 好, 這裡嗎? 這個我們一定要戴 因為我們女人的肩膀比較小 所以一定要戴這個 但水不能這麼容易上來 準備好就可以下水了 應該可以的, 心有一點會緊了 沒有問題… 好… 好… 在導師和潛水員幫忙之下 我就戴上潛水用的頭盔 然後就可以沿著樓梯 慢慢走下水了 Grace下水了, 接著就到我了 有一點緊張, 因為我沒玩過這個 好嗎? 好, 好, 好 好像上大空一樣 第一次走進海底世界 親眼看生活在海底的海深 雖然不摸得 不過有得看, 我也很開心 我很緊張, 拍拍跳 你試過玩過這些, 好嗎? 好… 好… 總司令, 你還不快點 我和Sara已經在海底等著你了 我們三個這次是第一次玩海底漫步 有潛水員, 一直從旁看著 一定沒問題了 落到海底 已經看到三條大大的海深了 其實平時海深最喜歡躲在珊瑚的旁邊 除了看海深之外 落到海底 當然要欣賞這麼漂亮的海洋世界 魚真的完全不怕人 一群群的魚就在我們面前 又來又去, 真是很漂亮 近一點看看, 這條就是刺心 總司令, 平時一條十二公斤的海深 曬乾之後只剩一公斤左右而已 不經不覺, 在水底逗留了也十五分鐘 我們要上水了 有人看, 很聰明 對, 很棒, 感覺很棒 一下去是幾千條魚 有條魚這麼大, 向你的臉咬… 很搞笑, 很棒, 很感動, 很好玩 很棒, 很棒 有條件, 有條件, 有條件 有條件, 有條件 很棒, 很棒 很棒,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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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好玩 上來的時候, 牠說不停吐氣 吐氣就行 很好玩 因為它的氣味很好 但被魚在我們前面游過 這樣游過, 會游過 很棒 咬你的頭, 然後撞你的衣服 很棒 你有沒有看到那幾條海芯? 看到已經大條海芯了 當然 下次再來玩一波 下次再來玩一波 下次我們再玩一波鮑鮑鮑魚 玩完海底漫步 然後總司令就跟我們去海參工場 再次鑑鮑鮑鮑魚 才行 盈牙齊 給我們關係 鑑鮑魚 既然在哪? 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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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炒开芯, 帮我把它切掉 好 好, 我要告诉你, 你切了之后 你看到里面有浸衣吗? 是, 要把它撕掉吗? 要把它切掉 是否因为这些是髒东西? 是, 这些是海芯肚子里面的剖 你在香港吃火鍋 吃珊瑚旁就是这一层 好了, 海芯切好了 我们用配料, 刚才买了 有冬菇, 青瓜, 有茴香, 有蒜头 用南瓜, 用京葱来爆炒 好 少许油鑊 有点水? 好, 好 是 哇 用盐 用少许鹽 少许鸡粉 因为这里又买不到虾米 又没有大肥鱼 所以我们用盐用鸡粉 先把海芯放進去 稍後我們會夾起 因為海芯含的水分比較高 所以要把水分逼出來 入底味內,一受鹹 會將水分揮發出來 所以一定要先餵它 讓水分飆一下 不然炒出來就像一碟水一樣 像滾湯一樣 明白 然後要加什麼,次哥 然後這些茴香… 放茴香 放茴香 因為茴香是一種香料 要炒出來,要炒一炒 先拿香味 這些有青瓜、京蔥 因為炒的時候要加一點鹽味 少許鹽花,因為它很甜 炒一炒,進入底味會更惹味 好 加冬菇 冬菇 一旦軟身就變成青 一旦軟身就加海芯 其實海芯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它真的很靠旁邊的配料 去襯托它的味道 對,好,我們爆炒至少許要加醬 加些酥汁 好 少許蠔油 蠔油,全部都放少許就可以了 少許,少許我們調味 好,我們加少許鹽 雞粉,少許雞粉 那南瓜,對呀,南瓜不是要… 南瓜,因為我南瓜削皮的時候 就用少許鹽,一滾它就關火 這樣就淋了少許 如果太早下,它就會像糊一樣 所以我不早弄軟了少許 現在才加進去 我來撞一下顏色 那些生抽或需要加老抽 一定要最後加 因為生抽一受熱過濃 它會變穿的 所以你每炒菜都好 一定要最後才加 一加均勻就可以起 好,這樣就可以… 就完成了? 完成了 醬汁很香,而且很爽脆 其實煮海參,你覺得最難 是煮至最後還是發海參的過程 其實看看哪種海參 如果是乾海參 發的過程會比較複雜 如果是急凍這隻 發的過程就不太複雜 但煮的時候要很留意 因為它本身經過四次煮 和浸水吸的水分很重 所以我們無論是燜、炒 都要先把水分抽出來 而每條海參都要切一點 試試灰味的含量是多少 如果它吃下去,灰味很重 那條海參就要塞起它 要特別用水… 再浸過 薑蒜,要再煮一煮 將灰味的含量扯出來 好,好,好,好 可以把水分汗拿出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起聦 Athan 老了 我會跳它 你們完全安靜 我們提一下派表力 你們兩個也採漫 這 married我 很正és 跳的我們一跳就跳到三條,好厲害 好厲害,我長大ばかり 第一次釣到魚 而且是第一次釣到靈人 專業 太棒了, 太棒了 是你那條是什麼? 我這條麗旺 這條我來吃刺身一流 我想說, 我現在明白 為什麼人們釣魚會很開心 因為釣魚的喜悅 是很有滿足感的 真是很有滿足感 川振有收獲真的很興奮 三條魚當然無法滿足我們 雖然大風大落 最後我們都足足釣了四小時 好, 刺哥, 你上次釣了一條魚 加上我們兩個之後 我們一起釣了十四條魚, 很厲害 有泥黃魚, 有些東星斑 還有其他魚, 今晚怎樣? 我們馬上拿回去做魚燕吃 全魚燕? 收獲這麼豐富, 還每一條都這麼新鮮 總司令怎麼會錯過? 他說上岸之後 馬上進廚房炮製新鮮魚大餐 喝了湯, 快點給你們, 快點喝 我不客氣了 今天出了整天海, 當然要潤潤了 對 滾魚湯千萬不要加太多油 油鍋燒慢一點 加少許油, 煎一煎 煎也不要過猛火 就這樣輕輕地燒兩邊, 燒一煎就行了 然後蘸水下去就沸騰 當然加豆腐最好 如果有芥菜就加芥菜 我們這裡沒有芥菜, 就加瓶白 我剛剛想說,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去酒樓喝魚湯 你喝得出, 放了奶下去 令它的色澤變成奶白色 但這次的湯, 原汁原味, 很鮮甜 對, 很棒 滾, 一定是奶白色 魚夠多, 別加太多油 而且鍋子不能太猛 你灒水下去滾, 滾得久一點 五、六分鐘已經是奶白色 我剛才看到魚渣 這麼多魚渣, 但是這麼少湯 所以湯真的很好 好, 是否吃聰希蓮的東星斑 為何這次我做比較傳統的做法 因為我們馬上釣回來, 馬上煮來吃 最適宜是用最傳統的方法 譬如東星斑, 我也是清蒸 清蒸東星斑, 你要留意幾樣東西 還有你湯魚的時候 打輪, 打完輪, 用布抹就不要再洗 一洗, 魚就沒有了魚味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 蒸的時候的火露 這條魚大概是筋六, 筋六重 大約蒸八分鐘 蒸的時候, 想著這條魚是蒸八分鐘 到六分半鐘就要揭開蓋 看看它的分味 好 如果一口氣蒸八分鐘 它可能過熟了 咬下去, 一點黏骨 行了, 拿出來, 蘸滾油 那條魚就百分百美 因為東星斑是一條深海魚 所以吃的時候, 它的肉質是固定的 但吃進口很滑 到最後這條魚, 這條是我釣的 這條魚在香港比較少見 這條叫草花梨 這隻魚的肉比較固定 它拿去炸, 我覺得味道很香 它可以炸, 而且炸出來也不會把醬汁走 還是很滑 用酸香的做法, 一定要加少許蛋白漿 千萬不要這樣… 加了底味後, 就這樣炸 會迫到那條魚乾了, 而且會不脆 所以我加少許蛋白脆漿 加了底味後, 用蛋白脆漿 把魚本身的肉包住, 讓它不要太容易滑 再加上豉油汁, 用一點生抽、老抽 用豉油黃, 蘸一點蒜蓉、蔥花 蘸起來就很香 我沒想到今天可以吃到 我們親手釣上來的魚 而且是刺哥親手炮仔 還不僅如此, 蒸也有, 炸也有, 煲湯也有 什麼款式都試勻, 真棒 除了出海釣魚 我們還發現開恩茲有一個海產養殖場 裡面每個持養的海產都不一樣 看看多少隻 一、二、三、四 有五隻, 但他昨晚才放龍進去 他說這隻龍蝦最大可以長1.2公斤 其實這隻龍蝦就是昆士蘭的特產 所以在昆士蘭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 他說由於現在天氣比較冷 所以就要用龍來捉牠們 他說如果夏天的時候 很多時候如果你泵水進去 牠們就接近水源的地方 都可以捉到牠們 除了淡水龍蝦 這邊幾個池是養魚的 看來還有很大條 有了… 好沙漫 這個湯全部是養蠻蟲 這些是淡水蠻蟲 是嗎?其實Barramundi在澳洲也很普遍 很多人都喜歡吃 通常都是用魚和芝士炸 又或者燒烤, 即是焗魚吃 我們有時候媽媽會買回去蒸 我們在唐餐館買的是豉汁蒸 陳肥蒸 就用魚吃, 這樣 吃到魚吃 吃到魚吃 這裡的老闆說 魚吃的鯪魚的Omega 3 非常高 沒錯, 魚是澳洲本土魚 像猛蟲一樣 都是澳洲的特產魚 這個鯪魚和其他地方的鯪魚 有什麼分別? 這個鯪魚背部位是綠色的 身上有一點黑點 其他鯪魚通常都是銀白色的 還有其他鯪魚的鯪魚收長一點 這些比較短一點 這些就是花金線的鮮苗 這些養了三個月 好像蟲一樣, 刺哥 他們說養十一個月就可以收成 可能會養到這麼大條 養這些鮮的環境 有特別要求嗎? 也有要求 因為水不能太髒 有生水, 有流水 還有水要乾淨 他說他們買大約一百萬 寶寶苗回來 然後放五十萬 一個水池去養 養到差不多要換日過一過堂 臨吃之前要養幾天 在乾淨的水裡養幾天才可以吃 當然要套腸 有點骯髒的東西 有魚, 又有淡水龍蝦 又是總司令出手的時候 我也有幫忙 好, 餐廚我們就做好了 先吃蝦吧 刺哥, 放了鹽進水裡煮 是否可以帶出龍蝦的鮮味 帶出鮮味 煮的時候, 肉會比較緊實 是嗎? 是的 因為平時這裡通常都是用淡水 煮熟就吃 淡水沒有那麼緊實 而且拿不到鮮味 很爽 其實口咬下去就像… 例如我們平時的老虎蝦 很爽 但它的味道就像淡淡的龍蝦 顏色很漂亮 而且肉也很爽 你覺得什麼? 我覺得很漂亮 泰式很好, 他做了很棒的 這是肥脆爐嗎? 對, 就是肥脆爐 我用檸檬皮、豉汁、豆豉、生抽 好, 蒸它 蒸肥脆爐 你說蒸其實是最好吃的, 是嗎? 子哥 是, 因為這隻鱸魚本身很肥 油分很多, 再混合豉汁 我蒸完出來的時候 再倒入魚膠的油和水 再微微爆香蔥, 蘸一蘸 再淋在表面上, 那就香了很多 Peter, 你有想到 J Perch fish可以煮這個樣子嗎? 我看它煮得很相似, 但不像這個… 醬汁嗎? 對, 像這個醬汁, 其實很漂亮 蘸一蘸的醬汁嗎? 對, 我只是不確定 我發現它會很熱 所以我必須要用心理 我們繼續吃這個 好, 你看這個嗎? 這條魚的感覺很泰式 是否因為酸辣醬? 對 很好 這個醬汁我用了筍 用冬筍切到筍絲, 加番茄 加些莓醬, 加少許醋 是 加些醋, 加些糖 再調起味道 這個魚煮的時候 一定要加鹽做底味 讓它入底味 然後再用蛋白脆漿來炸 因為其實看這裡 魚炸出來的樣子很乾 它不會是油膩的, 不會是油膩的 是亮的 但裡面吃起來 肉還有很多水分 我覺得炸得很漂亮 因為很金黃色, 是用蛋白打的 蛋白麵粉 然後我們三個就去到 位於Sunshine Coast的薑廠 這裡可以稱得上 這是油膩必度的熱點 這個花園種了很多薑科植物 其實總共有大概400種的薑科植物 不過不是每種都能吃 只有六、七種可以吃 通常看到的薑是白薑 有沙薑, 藍薑, 黃薑 這些薑通常用來煮菜或煮薑醋 有些藍薑, 沙薑是用來煮菜 有些藍薑, 用來煮菜 藍薑是用來煮菜或滷水 藍薑的東西 薑通常是什麼時候種? 在澳洲種薑是九月的 到二月就收第一脫, 芷薑 芷薑通常用來做薑糖 到四月就收第二脫 第二脫是用來做薑醬 到六月就收第三脫 當時薑是最老的 用來做薑啤或做煮菜那類 我知道媽媽剛生完嬰兒後 會喝薑醋, 薑醋是用哪種薑來做的 薑醋是用老薑, 要最老的薑 薑為何會生完嬰兒喝薑醋 薑可以驅風和散魚 所以生完嬰兒一定要喝薑 而且比較辣, 是嗎? 如果加豬手進去, 就可以補蓋 我喜歡吃薑汁芥蘭 薑汁芥蘭應該用什麼薑呢? 薑汁芥蘭當然是用老薑 因為老薑的味道才夠濃 不過一塊塊的薑也不可以就這樣吃 當然要回去店裡 試試這道不同的薑做食品 像薑做的醬料, 薑餅和薑糖 這裡有很多薑的產品 這也是 薑糖 我想試這個 你不貪心, 拿這麼多包 這個薑糖是這間店自創的 吃起來有點像我們中國人的蜜餞 好像新年的唐蓮藕、唐冬瓜 但它用薑做的, 我覺得有點辣 薑很漂亮, 我一吃起來完全不起筋 那個辣味剛剛好, 不會太腸口 我覺得它的糖分包著沒那麼辣 但我喜歡吃薑餅人多一點 薑餅人, 刺膏的好朋友 你一人拿一個 對, 刺膏你沒得吃 你們慢慢吃吧, 我可以吃薑雪糕 有薑雪糕的? 有薑雪糕, 等我 吃薑雪糕… 不知道辣不辣呢? 我吃了, 嘗嘗 我這個是薑和夏威夷果 薑雪糕很香、很濃 而且夏威夷果很脆 我這間是薑和玉桂 其實吃下去真的有一點薑粒 很有趣 志哥, 你吃什麼? 你們那些一點都沒有薑味 我這個就是淨薑雪糕 你看, 全都夠薑了 對, 你很夠薑 很夠薑, 志哥 兩位美女, 你應該是吃我的雪糕 就是薑和熱情果 你吃了, 你們兩位就熱情很多 再試煙變職一點 而且在這裡玩得熱情一點, 是嗎? 其實這麼多種薑製品當中 薑糖就是最受歡迎的 而我們這次來到 也有進去薑廠參觀 做薑糖其實要經過很多步驟 一塊塊的薑, 首先經過去皮 泡泡, 然後就由工人逐一篩選 然後經過機器切成粒狀 薑粒要經過多重加糖 高溫水煮的步驟 十幾天之後就可以加工 製成不同口味的薑糖 看完做薑糖 志哥說這次會教我們做薑汁狀奶 志哥, 這個奶煮了很久 什麼時候才能吃薑汁狀奶呢? 是, 看一看吧, 沒耐性 你看到奶微微起煙, 千萬不要滾 已經飄煙了, 就可以了 大概這個溫度 就達到80度至85度以下 不要比85度高 現在可以撞到 對, 因為奶的糖分 你喜歡吃甜一點, 可以加甜一點 一斤奶就加一、兩百的糖 好 這樣就剛剛好 不要太甜或不夠甜 撞的時候有多少薑汁嗎? 你…這個甘辣不得甘辣 如果你想吃辣一點 你可以多加一點 這個你辣… 多加一點也可以嗎? 多加一點也可以 好 都撞到的 對, 你想吃辣也可以少加一點 那些薑一定要是老薑 還有要是新鮮的薑 不要浸過水的薑 還有不要爛的薑 爛的薑就撞了出來 就是你刨完薑, 把醬汁全部拿出來 對… 這樣就可以了嗎? 可以了 這麼大個女兒, 第一次薑汁撞了 撞了成功, 我才告訴你們 好 真的可以, 很神奇 真的很漂亮 是 我們那兩個就可以了 那你那個可以嗎? 我那個沒理由… 挑戰你 我沒理由老媽燒鬚, 一定不 你看 放久了, 真是稠一點 對 我這個薑味很重, 很順滑 通常女孩子喜歡吃多點薑 薑味重一點的會比較好 我們不太喜歡吃薑, 加輕一點 你嘗嘗這個, Hailey, 很重的薑味 薑味重一點, 很重的薑味 對, 我們做了薑味 來吧, 就在中間這裡 薑汁撞奶, 千萬不要用明火煮這個奶 你看到我的鍋裡的水塞著這瓶奶嗎 對, 但你用來煮熱奶而已 和撞… 就是用熱的 如果用明火煮熱的奶 百分百會撞起來 好的 對, 秘訣就在這裡了 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 如果想吃健康一點 脫脂奶可以嗎? 一樣可以 試完薑汁撞奶之後 這裡的烹飪學校導師 米芝連大廚Eric都說要禮尚往來 做一個啤梨撻給我們嘗嘗 Eric做完這個啤梨撻 刺哥, 你又做完你的蜜戰紫薑雞了 不如我們先嘗嘗嘗嘗 好… 很厲害, 做到的啤梨和薑的爽爽 差不多兩樣已經合體了 變成同樣東西, 好吃 但一點也不辣 不辣 一點辣味而已 而且我很喜歡吃它的皮 它反轉了皮 為什麼?因為醬汁會被皮吸收 你會吃到全部的梨 和芝麻的味道 很棒, 謝謝, Eric 很好吃 對 四哥, 要嘗嘗你這個了 他看見也肚餓了 是, 你嘗嘗吧 薑味很香, 四哥這裡 這裡的紫薑特別漂亮 一點也不起筋 吃下去就像吃水果一樣 有一點辣味, 很香 而且紫薑很爽脆 還有你做的醬汁酸酸甜甜 有一點薑辣, 很開胃 很開胃 我用這裡的薑蜜來做 薑用糖浸泡 糖漿很香, 香味 再加一點蘋果醋 收拾, 收拾後, 香味就會出來了 雞肉, 先把它砍成雞腿 用底味入味, 先拍乾粉 然後煎雞腿, 要用猛火煎脆的雞腿 然後倒起來 然後再起油, 爆香的配料 之後, 放蜜汁進去, 收拾 收到蜜汁微微乾了, 才加少許醋 加了醋, 加少許醬粉 把雞倒起來, 拌勻 這樣就可以上碟了 Eric, 你覺得這個蜜汁紫薑雞做得怎麼樣 雞肉很棒, 我喜歡它 因為它有柔軟的, 平衡的味道 我們用這裡的蘋果新鮮 其實增加了雞肉 讓它在嘴巴裡有點燙 所以我覺得做廚師, 完美 蘋果很棒 對 鯉鼓… 來澳洲, 不少人都會買了結糖做手信 而在Sunshine Coast 有一間小型的了結糖工場 我們還可以入工場參觀 首先要把糖和蜜糖煮到135度 這碟糖和蜜糖就差不多了 然後加進蛋白 這些是哈威爾果人, 我最喜歡 慢慢讓它拌勻 攪拌均勻後 就可以把混合一起的材料倒出來 放進一個個的盤子裡 芋果有90度 所以你千萬不要把手碰到 否則會辣得你瘋了 幸好告訴我, 否則已經偷吃了 對, 我也有一點樣子想偷吃 放進盤子裡 還要用一條大鐵桶將表面壓平 然後等凝固之後 就可以切成一條條 或是一粒粒拿去賣 刺哥, 我們去了偷吃 你就在這裡偷吃 你們兩個學了什麼? 我現在不告訴你, 你沒份看 其實我… 你倆都知道怎麼做 因為它用蛋白, 用糖, 用蜜糖 是不是? 這麼壞?你真是知道 這個糖也要加一些夏威夷果 對… 但你可以吃什麼味道, 混合什麼都可以 我想說, 這個紐約糖 有時候我吃的紐約糖 你咬, 咬燈芽也不可以咬得掉 這個軟身, 咬下去很容易咬 這間廠的得點就是軟身 不是咬不咬而已 對, 有些嗎? 我覺得它沒有我之前吃的那麼黏硬 這個不會那麼黏硬 它的甜度也不錯 我可以混合雪糕吃 但如果有些人不喜歡吃太甜 可以之後就喝杯茶或咖啡 你們兩個不要吃那麼多 吃那麼多糖, 吃得很難吃 是… 兩個都是 不漂亮, 我年紀大不要緊 這樣嗎?那你吃光了 我給你吃光了 好… 兩位美麗的女主持 我們今集從澳洲帶了一些食物回來 對, 請我們的老友記做嘉賓好嗎? 好 給你的意見 有請我們的嘉賓 有周中師傅, 汪佳記者 還有李常欣 你好… 怎麼樣? 小周 對, 怎麼樣?老記… 今天帶了一個很漂亮的海參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食材, 瓷瓜 很大… 很大條 真的有紋 對, 花的 我的顏色是黑國周中 你沒見過嗎? 對, 沒見過, 還沒扮成花感線 這個海參, 我們來做烏龍肚豬 扮一扮, 扮一扮出來, 是嗎? 對 這隻叫做有良心 原來是一個有良心的海參 厲害… 各位應該不會沒有良心 不讓我們倆吃, 是嗎? 沒有, 一定會 可以幫你嘗嘗嗎? 好… 我們去買一位吃吧 好 可以吃了 海參… 這次有三位最挑的嘉賓 總司令早已有準備 決定用海參和花感線 炮製一頓海王煙 好, 我們燉了一個燉淺黃頭 有礙貌吧, 珍藝雞 不會吧, 我最近頭暈… 忍不住 原來閃就可以治癒 不知道 保露, 是嗎? 你看那些天麻味多厲害 好 燉多久? 這個燉了六個小時 其實這個湯除了鮮的頭 還有甚麼材料? 因為我們下了天麻 有老雞、雞腳、尺肉 燉出來, 因為我們馬比較足 我們用清水燉 有些肉帶起豬魚的味道 所以就揮發了出來 你看到天麻加在表面上燉 味道很小、很香 天麻的味道很重 因為我們燉的時候 天麻不是一起水落 我們燉到湯最後一個小時 才加天麻 因為天麻燉得久 味道會翻臉 但中國湯一般都是… 有天、有地 不怪大家 天麻可以燉時間久 不走? 對, 你看… 不是天地 天地 為甚麼?你之前用… 這東西要發去和我家的大婆說 每次燉天麻 很酸 不是酸, 是味道很濃 我吃不到, 我覺得這是清甜 好像煲藥, 喉嚇 喉嚇, 喉嚇, 喉嚇 這個是… 海參 有良心… 龍什麼味道? 烏龍桃豬 烏龍桃豬 怎樣?要你這麼明白嗎? 因為你海參不調 像黑色的龍一樣, 烏龍桃豬 有幾粒豬 幾粒是什麼豬? 藍瓜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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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是蛋黃 看起來的顏色好像鹹蛋黃 海參的蛋糕唇 什麼都很… 很低的 對, 都是鋼血壓的 令人聽起來很舒服 好像吃很多, 沒事 刺哥, 這個烏龍桃豬 又是怎樣做的? 這個烏龍桃豬 我們將海參沿條 我用蒜子, 少許薑 爆香蝦米, 灑點湯 灑點湯, 將海參 入更多的蝦米和大肥魚的味道 入了味道後, 就在鍋裡燜 微微燜大概五、六分鐘 讓海參入味道 要倒進一個碟裡, 浸一浸 浸, 讓它吸收一點味道 然後我們用芋頭、藍瓜 吸收了豬, 蒸軟 那裡比較簡單 另外, 芡我用蠔油 用蠔油來賣 我加少許燜海參的醬汁 放蠔油在表面, 淋上去 我們吃完這兩個菜 我們又煮另一個菜吧 好 做甚麼 還有這麼多菜嗎 對… 我就等你來這裡做甚麼 我以為你喝茶 我們只是吃芋頭的食物, 越來越多 我們煮甚麼, 芋頭 我們煮鮮黃 今天燜一條鮮黃 甚麼鮮黃 金汁燜鮮黃, 是澳洲的鮮黃 芋頭, 你今天打算怎樣炮製這條鮮黃 就這樣用蘿蔔, 枝竹來燜 其實這條鮮香 我們花錦鮮黃沒有了很多 這條鮮黃是花錦鮮的種 現在鮮黃的鹽也沒有了 少許雞粉, 少許鹽, 入了底味 其實這個要燜多久 這個大概燜五、六分鐘 這隻會否很老呢 不老, 很嫩, 很嫩 很嫩, 可以炒嗎 可以的… 炒就要起皮 為甚麼要加蒜汁呢 大約多 是否比較香, 小周 是 你真是的 因為蒜頭解肚 蒜頭又解肚 有了… 乾瑤柱 乾瑤柱 因為我用水來燜這個切 所以用乾瑤柱去調味道 為何不把鮮切到一塊塊來燜 要一大塊燜 你叫… 人家就不知道你是大鮮 以為你這條細鮮怎麼做 明白… 有看頭一點嗎 是呀 有時候整條是燜的, 你見過嗎 沒見過, 不過應該很壯觀 大條 是否行了 我聽到他指的聲音叫我們先 你先不要放下去 先不要放下去 先把粉放下去 放一點粉 對, 塗一點粉 map 你去吃 你的蠟蠟, 你看… 沒有, 我幫忙而已 那些蘿蔔通常我們在廚房煮 我們會拉拉油 在這裡就不拉油 因為拉了油, 蘿蔔沒那麼爽味 尤其家庭觀眾可能有這麼多油 對… 如果我不擔心拉油的話 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鮮, 鮮香一點 煎 這樣煎? 撲厚少許粉來煎 你看它新鮮的就把肉煮好 這樣看它新鮮? 比你更加, 起棧 是, 我以為鮑魚才起棧 什麼錢都可以起棧 很多油可以起棧 是嗎 鮑魚的棧更重要 這個鮑魚棧 我那次吃過的鮑魚 看到它這樣斷起 是 不如試一下味道 湯很清 當然有蘿蔔 清得來, 你看看香不香 可以 養一口, 還要什麼加料? 我覺得可以 也可以嗎? 因為你的鮮放進去後炆會有… 你的鮮, 別忘了找你的鮮 這條鮮, 大家喜歡吃這個鮮 我會吃一條鮮, 不好意思 我吃一條鮮, 不好意思 這個湯可以嗎? 可以嗎? 很好吃 加上鮮, 還好吃嗎? 對, 那我就… 只要靠鮮的味道, 現在喝蘿蔔水 最後才加冬菇 不是, 放在鍋上 現在我用這些鮮的鮮 不然你不夠水分炆這個 我用這個鮮的鮮的鮮的鮮 是金黃色的 對, 把鮮的鮮 加上鮮的鮮 鹽金油, 要不要再加一點? 不用嗎? 也不用, 加少許蠔油 加少許蠔油 再加點鹽 這樣就完成了 少許顏色 少許顏色 顏色, 顏色, 顏色 放進去煮一煮嗎? 要的, 一定要 兩分鐘, 對 兩分鐘 又加了幾分鐘 最好吃的時候 跟著爐子煮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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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 這樣更生快嗎? 不用了… 好, 我們煮完燜大鮮 這條大鮮真是大鮮 這個鮮的燜法 如果你在外面吃, 它們會凹 燜得很軟, 很軟 你吃下去會很膩 我的燜法… 我就是要它爽口 你吃下去會清新一點 再加蘿蔔去配 你就覺得是五樓 對… 但也有個好處 就是醬汁收了之後 就可以蓋上魚身的泥味 蘿蔔是否有幫助炒泥味 也不是, 蘿蔔是吸汁 醬汁的濃味 我覺得它令它甜一點 整個吃下去 最厲害就說這句 好, 謝謝 令它甜一點 這是口感 冬菇, 想吃冬菇 嘗嘗這個大鮮 這是怎麼做的, 刺哥 美宜島, 像燒叉燒一樣 美宜島嗎 美宜島 剛才的尾部放在燉湯 你看看這個… 尾部很長, 一截燉湯 一截就燉湯, 一截就這樣燒 切片燒 美宜島在哪裡 整件燒 尾部 不, 頭倒是頭 尾部就尾部 美宜島就美宜 真的, 像燒叡的美宜島 師傅在那時候 把美宜島賺得好一點 真的說你適宜 你說像不像山穗裙 對, 像的 一排邊 但它比較軟 好像海參黏著魚 那塊皮那邊才好吃 我喜歡膠質 即是多少膠 即是很膠 都說女士有膠質 她們都覺得好吃 兩位女子馳一定要每餐都有甜品 她們的甜品狀 對, 有湯、有甜品 她們有頭 對 有黑色、有白色 黑白無間島 無間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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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的… 芝麻糊 無間島就是這樣出來的 就是間島 杏仁一層 杏仁 你這個名字不適合 是有間島 有間島 很有間島 有間島 是… 我們把甜品乾掉 乾掉 乾掉吧, 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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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如果大家想重溫這集的內容 可以瀏覽這個網址 最後一集, 餵食總司令 總司令會帶我們去鱷魚場 還拜訪昆士蘭名廚 以美景叛街牛 下集, 餵食總司令再見 牛yd子 我們… 我們知道